立宏 誰比較帥 當然是立宏 欸 會結論跟立宏一樣 一定要選一個 選什麼 一個要發生關係 認識真的沒辦法選了 很尷尬耶 好 所以妳自己講吧 立宏好了啦 妳在日本碰到 有碰到妳崇拜的人 然後妳會很興奮的嗎 有那種日本明星嗎 我喜歡主演那一封 可是我從來沒有跟他合作過 然後因為他也很少上綜藝節目 所以沒有機會 所以有一次在電視台裡面 他在拍電視劇 然後我去錄影 就擦身而過 然後擦身而過 他就這樣很酷的這樣 早安 然後我就 沒有機會爭取跟他合演啊 什麼的 不會特別說 我可不可以跟他合演 這樣還蠻丟臉的 不會這樣做 所以妳現在已經可以用日文 跟人家吵架了 可以啊 有嗎 妳有在日本跟人家吵過架嗎 以前跟男朋友啊 用日文 對啊 妳是說Skizo嗎 對啊 妳跟Skizo會用 會為了什麼事吵架 她 那什麼音樂啊 我知道她跟你約好 然後遲到 或者是突然cancel 還是她喜歡別的 不是 因為她的生活日夜顛倒 因為做音樂 整天都是在那個studio嘛 都是 早上六七點才會結束工作 半夜都是在錄音 然後我也會跟著 整個生活日夜顛倒 就有點受 身體受不了 妳怎麼跟她相愛的啊 我們是 現在是朋友嘛 半年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跟她在一起 因為我那時候 剛看到她的時候 她是粉紅色的頭髮 我還跟天山講 因為我們在紅白大隊看 她就站在我旁邊 我還跟天山說 哇 那麼台 還叫我到女朋友嗎 因為在台灣就是說 妳染粉紅色紫色就是台客 我說哇塞 她頭髮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說 她就跟我講說 她們 那是要來台灣表演 然後問我 在台灣可不可以帶她去吃小吃 我說OK 然後我們就留電話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當朋友 當了大概半年一年左右 然後慢慢慢慢 發現這個人真的很孝順 然後很好 車子也開得很好 很孝順跟車子開得很好 所以是怎樣 你幹嘛很會 先開了哈佛老婆過馬路 我不會愛上那種 不會開車的男生 妳是說她停車倒車入庫一次OK 是不是 對啊 就很酷 坐邊停車就這樣直接刷進去 一定是先把妳弄上車了才 妳才知道她車開得很好對不對 對啊 所以是什麼方法 就是說送妳回家嗎 對啊 然後就發現她停車技術一流 對啊 然後就愛上她 我很喜歡看男生那種 一次就倒車入庫 然後很帥這樣 可是我很受不了男生一個動作 就是她們倒車的時候一定要這樣 把手撐在那個 這愛上妳什麼了 不是覺得沒有必要搞那麼誇張吧 就是妳這樣也可以到 她們一定要這樣 還能把身體撐住往後 那是我最喜歡看妳的姿勢 很奇怪耶 好帥喔 妳覺得為什麼要撐這個這樣 這樣比較像 妳這樣這樣就像外面 不是像我就可以直接這樣看 後照鏡看那個旁邊的啊 還要撐手 就整個就扣分掉了 妳是因為妳手夠不到後面吧 多少次可以了 妳的歷任男友當中 有哪個名字是說我們不可以提的嗎 妳還要看名單啊 什麼啊 這什麼東西啊 不給你看 吳奇隆跟Sukizo Sukizo是大家都知道嗎 對 那周杰倫呢 喔周杰倫不是不是 周杰倫沒有追過妳嗎 是 嗯 應該不算吧 等一下妳講出來 我們幫妳評斷算不算 妳不要講的話 很熱心公益 沒有啦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跟杰倫的感覺 我真的要講一下 German 是不是German 不是不是 這太老套了 她也太多German 這太老套了 我覺得就是一種 音樂上的一種感覺 OK 就我們認識是從合作音樂開始 她的第一張專輯 我幫她寫可愛女人 對 然後OK 可能有某種程度的好感 但那種好感呢可能 不是愛情 可能類似像愛情的一種東西 那妳不完全是像男女朋友談戀愛 我覺得是一種音樂上的火花 然後妳覺得好像 這一首歌裡面 就是這兩個人做出來這個感覺 是最完美的 可能找別人拿寫的不對 有化學作用 對 所以還有私底下約妳出去過嗎 有啊 單獨 打完球啊 然後 也沒有怎麼樣 然後就被拜倒了 好啦 吳建豪 這發音比較不一樣喔 有嗎 我發現妳一直在看我的眼睛耶 吳建豪應該就是比較有可能吧 好朋友有很多定義 那我覺得說 看每個藝人怎麼想 就是 因為其實之前跟很多長輩聊天 他們覺得說演藝圈 常常你的私生活都會 就是被彈在報紙上 除非妳今天真的要結婚 不然就不要 還有需要真的說去 去讓人家知道 沒錯 去很深的讓人家 很肯定的講一些事情 因為一旦公開後 後續又會被挖來挖去 所以我覺得說在 確定妳要跟這個人結婚之前 我覺得藝人的交往對象 好朋友其實定義很多 看妳好到什麼程度 所以妳跟吳建豪 還沒有要結婚嗎 沒有 沒有 好啦 那我 跟妳剛剛這個 人話的邏輯 那吳建豪 我 我跟仔仔 有演過文系 所以咧 在狂愛龍捲風裡面 仔仔的舌頭 比較靈活 仔仔有伸舌頭 沒有伸舌頭啦 嘴唇 軟軟 因為那時候下大雨 然後我們在拍吻戲 要吻很久 然後那個水 因為他們那個水噴得太大了 所以他就只好斜斜的開一個洞 然後鏡頭從這邊那邊 一邊在拍 一邊開個洞 讓水流下去 所以兩個都覺得很累 很累 很用這個故事來互鬧的 仔仔現在在跑去已經覺得說 怎麼背上皺了一件 聊我 你是不是有跟吳沛宇真的吵架 沒有啦 可是他說你們有為了同一個男生吵架 所以我就在問他說奇怪 那男生是誰 我自己都想不起來 趕快幫我們想一下 沒有啊 你不要亂講話 等一下 是龜龜虎嗎 還是小帥虎 不是新聞啦 就是對啊 那個 吳沛龍啦 不是因為是真的很久以前的事 很久以前了 就是像妳對的兩個團員 一起暗戀吳奇隆 對 沒有 其實小魚跟吳沛龍是認識很久 所以他們倆先在一起 沒有在一起 所以妳是第三指 都沒有 不是 他們沒有在一起 我確定他們有在一起 妳怎麼知道他們沒有在一起 什麼意思 什麼東西 那時候有別人 沒有啦 那時候某人有別人 吳奇隆有別人 不是啦 吳沛宇當時有別的男朋友 對啦 吳奇隆單身 那妳剛好就對吳奇隆下手 下手 沒有是吳奇隆對他下手 OK 現在要被帶 其實我那時候很小了 真的很多事情都不懂 根本搞不清楚 我沒有怪妳啊 沒有問題啊 別擔心 我覺得骰了妳 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就是原分到了 或者是 感覺沒了 或者什麼原因都沒有關係 我覺得比較會讓人家不感心的是 妳跟這個交往過 結果對方從來 他就不承認他跟你交往過 我覺得這是讓妳罪 沒有啦 不是啦 對啊 有些人會有 他有承認嗎 有些人會有這種經驗 他沒有承認 他有承認嗎 我也沒承認啊 可是沒有 VV你最後有不小心鬆口 意思就是說 你們現在分開了 然後就變成 他完全沒有承認過你們的戀情 可是你卻有不小心鬆口說分開 我跟你說我真的覺得 加油 我真的覺得每次面對媒體的時候 要說謊真的很難 人家靠妳這麼近 然後要睜眼說笑話很難 這對我來講真的很難做到 所以我覺得以後 我自己也學到一個經驗 就是不要說 可是妳敢跟記得講說 我不想回答嗎 就這麼狠的話 妳應該也講不出來 我現在 我覺得我可以耶 可能也有別的方式吧 就是不想說 她很怕人家對她講說我不想回答 好 我就說 VV那妳現在還會跟吳姐好聯絡嗎 不要這樣嗎 不要這樣嗎 立宏誰比較帥 當然是立宏啊 所以杰倫跟立宏 都會跟你出去吃飯嗎 蛤 杰倫跟立宏都會 妳跟他們兩個也都很熟嗎 杰倫我不熟 立宏因為黑人的關係 那請妳講周杰倫好不好 你剛才自己演一下 我也有什麼故事 因為杰倫跟立宏一樣 一定要選一個 選什麼 一個要發生關係 這是二選一嗎 二選一 二選一 二選一妳很高興的尖叫 而不是 啊 好不好 一定要選不然就要傷害妳家人 真的 因為家人是要死去 真的喔 兩個都認識 真的沒辦法選了 很尷尬耶 好 所以妳自己講吧 立宏好了啦 為什麼 原因 比較沒事啊 媒體寫起來看起來比較沒事 OK 寫到周杰倫會比較慘對不對 對 OK 這算一個角度嗎 算一個角度吧 比若萱有嚷嚷過嫁不掉嗎 妳有嚷嚷過嫁不掉嗎 沒有啊 妳有覺得自己嫁得掉 有啊 可是都沒有遇到妳想嫁的人 我沒有遇到我想嫁的人 就是只是覺得跟他談戀愛可以 我覺得那個感覺 我現在終於理清楚了 我最近也在思考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那麼不勇敢 我後來覺得我沒有遇到一個 我覺得這要一輩子在一起的事情 我覺得如果遇到一個 會讓我就是 會對他產生不離不棄 因為我覺得人沒有完美 就是我連他的缺點 我也可以一起愛 一起包容 我覺得我遇到這樣的對象 我就可以很勇敢 所以妳是哪一種女生 就是如果妳交往了一個男生 然後知道這男生恐怕不能結婚 妳還會繼續交往下去 還是說妳就趕快算了 那要看對方的想法 如果對方也沒有結婚的想法 其實大家有一個伴也 就是心靈感情上互相依靠也是OK 因為他有經歷過幾段戀情 是我們旁人看起來都覺得 好像可以結婚了 就最後也都結束 真的嗎 因為他每一段也都 妳想要這種若無其事的語調 丟到我這邊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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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幹嘛沒生存 我看妳會不會問妳比較禮貌 沒有 我覺得就是很認真 但是如果不適合也沒有辦法 妳人要相處過妳才知道是不是 沒有 要不要看哪裡 看攝影機嗎 我們跟妳講話這樣子嗎 是 我跟妳說結婚其實要怎麼樣 就是一張紙嘛 跟那個感情靠一張紙 也太悲哀了 妳在看哪裡 我們講話不是要看旁邊嗎